老潘我给你提供一个信息 马银秋内心极为强大 而且其实他刚才的情绪波动 包括咱们我 说他喋喋不休什么 他其实不爱听 但是他一直能够保持 你看我正要夸你 你怎么突然情绪 马银秋27岁山东人 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 大家好 我叫马银秋 北京大学人类学硕士毕业 现在是清华大学的一名 对外汉语老师 我相信生命短暂 但是精彩无限 所以我这次来应聘的是 首席旅游体验师 或者其他一些和文化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的这位求职者 是来自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的硕士 现在是清华大学的一名 对外汉语老师 他相信生命有限 但精彩无限 所以他今天来应聘的职位是 首席旅游体验师 或者其他一些和文化相关的工作 那么他今天能否求职成功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学的专业叫人类学 对 那学人类学 因为在念硕士的时候 做课题啊 或者做项目 应该会走 应该会做一些前夜调查 对 做了很多 比如说 刘有深刻印象的 比如说硕士的时候 我在贵州的前东南州的一个县的一个县的一个乡的一个村的一个寨 住了半年 就是为了进行我的这个人类学调查 那半年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的其实是苗族的一个亲属制度的调查 所以在那生活半年 其实是住在老乡的家里 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最后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 能不能让他解释一下人类学 这个专业确实不是太了解 其实人类学 像我研究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 所有和人类有关的 和文化有关的 和社会有关的 都算是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 我问一个很傻的问题 您说 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吗 达尔文说是这样的 其实很多现在就说人和猴子是有共同的起源 并不代表人一定是从猴子变来的 你现在有工作叫清华大学的对外汉语老师 这是这份工作是个 全职很稳定的 全职 对 很稳定的 对 而你现在要找的是另外一个全职工作 对 所以如果你找到了这份工作 你就会辞去清华大学对外汉语老师的工作 应该是这样的 那份工作不好吗 其实那份工作很好 在很多人看来很好 但是我当时为什么要选这个工作 因为我觉得语言是传播文化的一个途径 所以人类学它和文化一直都是相关的 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工作 在这个中美文化交流中 能给我很多文化的碰撞 两年之后我觉得这种碰撞减弱了 就这种文化刺激感减少了 学的专业叫人类学 你干的这个事和这个旅游体验师又有何关系呢 其实我觉得人类学真的能够应用的范围非常广 像它的一些定性研究 像它的一些定量研究 它的一些访谈 包括它的这种文化概念 其实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应用 你说一件事 比方说旅游体验 你就说贵州 你现在呢 就让我们通过你的一段描述 我们就想去前东南地区 这是旅游体验师的目的 对不对 目的之一 目的之一 你好啰嗦 来 来给我描述一下 在前东南 我住在清水江畔 清水江畔住着一家苗人 他们叫江边苗 这只苗人 他们有五彩斑斓的服装 有响叮当的银饰 每天住在那个村子 清晨你能看到的是蓝天 白云 然后差不多十点多吧 吹烟升起 到处都响起了叮叮当当 敲银饰的声音 我觉得融入在这种乡村生活中 真的有一种 神仙眷侣 然后世外桃源的感觉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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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 是不错 就我就看着两条路 就一条路呢 是什么 凭着兴趣 我去做了一个 对外汉语教师 我要凭着兴趣 再去做一个旅游体验师 可能这工作 或者这公司 靠谱不靠谱 还不一定呢 反正这也是一个 凭兴趣做的 当这个兴趣的激情 再退去的时候 你想一下你的简历 你有这么两个经历的时候 你第三个工作 要去做什么 我算着你现在 得二十七八岁了吧 不到二十七 OK 那你再一次择业的时候 你要三十岁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你的职业发展规划 对 其实我当时选择 对外汉语教师 就是有一点点没有规划 就是很意外的一个结果 所以现在其实 我为什么来 非你莫属这个节目 也是在想 请现场的各位老师 帮我指点一下 这就是我的问题 他根本不是要 自己想要什么 这是一个多么糟人恨的求职者 他北大毕业 现在在清华 当对外汉语教师 他说那是我 外打勿撞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选那个 你说这是个多么 这就是对自己的职业发展 不负责任 那个时候年轻 但你现在 还要对自己不负责任吗 其实对于他来解 今天或许真的是一个 职业生涯的 一个巨大的变化 放弃了是清华的老师 这样的一个 很多人都很羡慕的 这样适合女孩的 一个职位 肯定要接下来 面对到的是 更多的挑战跟压力了 在硕士的时候 在贵州的前东南州的 一个村子里的 一个寨子里面 住了半年 在那里住了这么长时间 就为了自己的人类学调查 在那里自己其实做的是 苗族的一个亲属制度的调查 在那里一直都是住在老乡的家里 直到最后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 今天来这个节目 其实主要是想让在场的各位老师 帮他指点一下 这位求职者根本就是对自己的职业规划 不负责任 我是觉得你不适合做旅游体验师 因为从你说话 从你的所有的表达 包括你刚才对苗寨的描述的时候 一看你就是研究全人类的 但是旅游体验师是需要体验 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 让这些活生生人的感觉 让大家去体会 什么叫一个民族 什么叫一个人类 你太大了 旅游体验师之外还做什么 和文化有关系的 比如 可以是某种文化体验方面的 文化体验是什么 因为就像之前不是有什么 美食体验师啊 什么这种 能够感受到文化对我的冲撞力 你怎么跟这个表上了 你说点具体的 你刚刚说你想体验 文化类型的工作对吗 对 我是一个影视公司 我知道 你知道啊 那你有没有意向去做一些文字类型的 比方说做一些品牌维护啊 新闻稿件的撰写啊 推广会有发布啊 文字方面的话 我也怕我写的有点太学术 跟你说明一下 他能把你的电影写进电影史 但是保证没票房 来吧12位 请选择 马银球应该继续 还是离开 这四位离开 现在还有八位留了下来 你要向大家证明 天生我有才 刚刚我觉得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市场经济供求需要 我们是索取老板想要的人才啊 你不能提供给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的东西 每下我接着你这问题再问一下啊 今天都没招上 你是不是就快快乐乐的回去 继续做对外汉语的教师 也不排除我有可能再读个比如说phd之类的 你读phd的目的是什么 读phd的目的其实就是我觉得中国还有很多文化方面的东西没有被大家知道 你真的对自己没有任何的规划吗 没有任何的想法吗 你已经27岁了 你的规划是什么 我真的是就是我来这个节目 我也是觉得我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很好的职业规划 你首先忘记自己是北大的 这很重要 第二个忘记自己是学人类学的 你把这两个都忘记了以后 你再发自嫩性问一问 我到底喜欢什么 你现在找不到自己的好的职业 你老觉得自己是北大 你这北大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了 第二个你老觉得自己的学人类学学文化 老往上面凑 不要这样做 我们是一家开发商是盖房子的 明白 一般呢都是跟砖头啊水泥啊钢截打交道 与人打交的只有销售 你愿不愿意到我们公司去做销售了 您觉得我有销售的前置吗 我觉得有 非常适合 有吗怀哲 非常有 为什么 销售有两种 一种是专家型的 就是我一下子就激到你的内心 我就是一个你的权威 你就相信我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要喋喋不休 只要把你说凡为止 而且 我真的想说一件事情 老潘我给你提供一个信息 马云秋内心极为强大 而且其实他刚才的情绪波动 包括咱们我 说他喋喋不休什么 他其实不爱听 但是他一直能够保持 你看我正要夸你 你怎么突然情绪 来 小刚其实我看他 我觉得在五分钟之前 他已经在想哭了 是的 但他一直在 一直自己心里的 那个状态啊 对 银秋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最真实的一面 说出来 你为什么想掉眼泪 是我们说到你 每一点刺痛到你了吗 因为现在你站在台上 你要把你最好的一面 展现给每一个人看 这样每个老板 才能看到你最优秀的一面 才能把你召回到自己公司去 我不要把你自己 劣势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 我做这地方 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 给人家搞哭了 是吧 你看这个 哎呀 我觉得 真是做这地方 很不安啊 银秋你别不安 你看 我跟你说老潘 我为什么不愿意让你来参加这个节目 因为咱们两个只要是合作 永远都是你也好人 我也是坏人 而且永远都是 你要最后挑明 你是好人 我是坏人 对我们个人来说 好人坏人不重要 最关键的是 就是上台的这些年轻人 是 都让他们很有信心的 高高信心下去 在这个节目前面 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年轻人 都给他们信心 是啊 就是他们 好了 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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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句话好吗 潘总 其实咱们做这儿 不只是给他们信心 给电视机前的人信心 也是给他们真实 告诉他们怎么发展 信心不是最关键的 只是一部分 不管怎么样 银秋 不哭了 要不让我觉得特别内疚 没有 让我觉得好像 就是我自己的原因 就是所有的坏事 都是我干的 没有没有 其实是他们 我同我一起干的 对吧 来吧 想想想想 面试官觉得 他并不适合 去做旅游体验师 因为从他刚刚描述 描述的时候 一看就知道 他是研究全人类的 但是一个旅游体验师 是需要体验 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 让这些活生生的人的感觉 让大家去体会 什么叫一个民族 如果他作为一个旅游体验师的话 那么他的描述太大了 他可以把一个电影 写进电影史 但是保证没有票房 这边我最后说一句 还有八位 我最后说一句 说一句 你观察的够多了 我知道 我观察很多 所以我要说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 我已经不需要提问题 我想最后说一句 因为我毕竟也是北大毕业的 也算你师兄 哇 你也是北大毕业的 对啊 我一直是北大毕业的 你身上有任何北大的气质啊 我北大本科 北大研究生 都是北大的 哇 实情实情 来 我想说一下 就是你的基础 其实非常好 我个人还是觉得 你以后可能 你觉得PhD 可能是一个好的方向 我还是觉得以后 应该很好的一个发展 就是说 其他的工作岗位的话 你可以再说 好的 他说这一大痛 其实是 其实什么也没说 一切尽在不言中 来吧 八位 到了你们选择 让银秋继续 还是离开的时候 表态 你看 很好的状况 六个人留了下来 并且 银秋 现在 主动钱 掌握在 咱手里了 好 好不好 来吧 文怡 尊库网 说一下 你们能提供的职位 我们可以提供的是 国际时尚买手 每年大约有六个月 都会游走于世界各地 然后会非常有机会 看各个品牌的秀 然后去挑选品牌 但是我看中的是 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养成 实际上买手这个词 从上世纪欧洲开始有 到中国才刚刚开始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这个 我们是一个养成过程 是一个培养过程 但是我觉得它是有基底的 这是一份工作 这是一份工作 而且是全职的工作 是一个很后期需要 很professional的一个工作 但是它具有基础 很好的一个基底 好 谢谢文怡 谢谢 来 小飞 我能提供的是一个 招聘专员的位子 招聘这个事情呢 你如果喜欢它 你会觉得很有趣 你每天要跟很多人打交道 然后你能够去 不断地去提高 你辨别人的能力 但是相对来说 也比较的枯燥 好的 招聘专员的工作 来自Fansco 任仲仁杜佳老师 我这边提供的是 体验室的管理培训师 其实人类学在我看来 是文科里面 最好的专业之一 谢谢 因为他是训练一个人 用独特的视角 去看世界 看人类 倒是很好的 可以利用这样一个背景 和训练呢 去和人交流 去带别人去学习 不同的东西 好 人众人提供的体验培训师 搜索中国 就是今年从7月份以后 我们的销售量特别大 所以我要多召集一个 销售总监 不知道你能不能 胜任了这个位置 销售总监 这个销售总监 要管多少销售 他要带多少销售 十个人到二十个人 康多少指标 今年大概有350亿的销售额 你给他吓口了 挑战 不是一个销售总监完成 有十个销售总监 有十个销售总监 35亿 有挑战 35亿 带十个人 加油 一个人要干315 好了 来美侠 你好 我能提供给你的 是一个品牌维护 加上公司的内部员工培训 所以这也是职业全职的 全职全职 全职的 好谢谢 我以前提到过职位是美妆体验师 因为他学人类学的 我非常好奇 当他去试用化妆品之后 能否挖到更多的底蕴 因为很多人现在用户都说 是他质感啊 他的市场消息 但是每个化妆品里面是有底蕴的 我想知道他是否能够找到 这是份全职工作 全职的工作 好的 都是全职工作 好 走账前去 把其中的四盏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中盟世纪 或者选择谢谢 再见 我选择送医师的 谢谢中盟世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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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面试官都看中了他的基低给他的职位呢 基本上都是他能够上岸的工作 最终剩下的就只有尊库网和中盟世纪这两家企业 最终呢 没能抵住中盟世纪这家企业的诱惑 选择了中盟世纪这家企业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欢迎您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